东海安铁路计划ECRL是西蒙上台之后大坎的大型计划之一 自从去年7月4号革制之后 政府也跟中国主要承包商重新检讨成本 最终所向马哈迪在今年4月12日宣布 东铁建费将从原来的655亿令吉减至440亿令吉 让政府省下了215亿 而来到今天 革制了一年的东海安铁路计划 以较低的成本价重新推解 几经波折的东海安铁路计划终于正式复工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早上11点 与中国驻马大使白天 登加楼周务大臣等人 在登加楼龙运的五级宝物隧道空地出席推荐里 陆兆福在致辞时说 如果一切顺利 东铁计划预料在2026年12月完工开始运作 东海岸铁路计划全长640公里 时速160公里 路线将通过20个站点 中国驻马大使白天表示 东铁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也是马中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 并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来 此外 陆兆福也表示 东铁计划其实分成三个路段 而今天推荐的是第二路段 也就是龙运通往文德甲的路段 而马来西亚铁道衔接公司的首席执行员 莫哈默达维斯也指出 随着这一项计划重新复工 他们也会重新召回大约214名的 承包商 供应商和涉及这一项计划的顾问 并且眼纪浏盐 并且勑洛盈 感谢观看